准备一个又大又圆的苹果 先在苹果表面刻出你想要的字体 我来刻一个情人节快乐 再把旁边多余的皮削掉 画个圆 准备来雕一朵玫瑰花 玫瑰花在很多地方都用得上 它代表着浪漫与爱情 象征着热情与执着 一般新手想写雕刻怎么写起呢 首先你得从模仿开始 就认准一个作品多模仿几遍 如果一天坚持练一个小时 那么一个星期之后 你肯定能掌握一个成品 我在这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有情人忠诚见书 课得不好仅供参考 如果可以给个爱心再走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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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